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停电高度集中在桃园 造成桃园市民相当的不方便 而中央政府的经济部跟台电给桃园的理由一变再变 从蛇咬到严害到溃线脱落到二次变电所不足 到底哪一个才是桃园停电真正的真相 还是台湾根本就已经进入实质的缺电时代 而民进党不愿意面对这个真相呢 这是我们提出非常大的质疑 而过去我们知道缺电 接下来竟然还要启用桃园大潭电厂7号跟9号的机组 停电的是桃园 而要桃园吃下整个生产电力污染的也是桃园 对桃园人的公道又在哪里 所以我们一直呼吁新的经济部长郭志辉 应该秉持他上任所提的稳健理性务实来看到能源政策 可是我们很遗憾上任三周之后 当这个郭志辉跟卓榮泰去跟民进党的立委参序之后 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 过去的专业根本就已经被民进党意识形态所绑架 这个专业也被压在政治利益的考量之下 是全民的悲哀 而我们看到未来要发展AI的产业更是耗能更是需要电力 民进党政府准备好了吗 台湾的电力真的足够了吗 台湾的未来的产业能不能有足够的电力继续来发展 这是全民关心 而民进党应该要放下意识形态 理性务实的来思考台湾的能源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